你和我要沒有料理的經驗嗎 即便如此也不用擔心 現在在家裡也能自己做燉飯 我甚至還找來了飯店主廚來 匹配一下 我和主廚看了包裝上的說明 說一動做一動 將橄欖油倒進鍋子裡 加入義大利米再炒出香氣 香氣出來了再加進高湯 均勻受熱攪拌收汁 一共要重複四次 最後再加進少許的鹽 和適量的起司 只要20分鐘就可以出燉飯 好 我們完成的這一道 就是繁紅花義大利燉飯 好 我做的燉飯也完成了 和師傅比一比哪一盤比較好吃呢 你覺得哪一盤比較好吃 方盤的 圓盤 方盤 方盤比較好吃 投票結果出來了 DIY燉飯初體驗 竟然也能贏過飯店主廚 所以自己做燉飯 彷彿把主廚請回家 比想像中還要簡單 家庭主婦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們原本是四湯匙的部分 我們先煮到三湯匙的高湯 等小朋友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加最後一匙高湯 跟海鮮料跟蔬菜上去 小朋友回來就吃到一個很營養 很健康 很美味的一個燉飯 不只義大利燉飯 泰式料理也能居家自己來 打拋住料理包加熱之後 加麵拌一拌 或是加飯再來一個荷包蛋 就和泰式餐廳吃得一模一樣 另外還有綠咖哩雞 泰北香腸包高麗菜 涼拌海鮮 滿滿一整桌 在家就能出好菜 那我們那個調理包的做法 所有的醬料 就跟我們店裡面一樣 所以它只要回去加熱 就跟我們店裡面吃的味道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油點會煮又不太會煮的人 也能輕鬆做出主廚級的料理 做菜真的變容易了 據程思源 許一玲 台中報導 就像5月1日的主廚級的 你在那邊看 就像5月1日的三天 如果你還沒看